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和我后的具象 创建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专属歌单 因为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歌的人 我的音乐列表里面有三千多首歌 我在不同的心情 不同状态都会听不同的歌 那比如我在上班路上 会有一个歌单叫做黑色轨迹 这个歌单里面有一些摇滚 特别欢快的歌 可以就是让我更好地 进入工作的一个状态 上班是黑色轨迹 下班是夏日成色 对 下班就是夏日成色 比如里面有一首黎红甜心 它非常的欢快 轻快 对 像成色的堕日一样 对 一听到就会感觉到 我要去健身房了 我就非常的开心 健身房了 我特别害怕说要去酒吧了 我特别开心 分享一下你们的歌单 7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也很想和未来的另一半 创建一个这样的专属歌单 然后我想就是 如果创建这样的歌单的话 其实我想放进去的第一首 是平凡的一天 因为里面的有一句歌词 其实就是我未来 就是理想的恋爱状态 就是这是最平凡的一天 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 那如果是你创建了这样的歌单的话 你最想放进去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文歌叫 Sweet 这首歌我是听了好久 我是五年之前就开始听 那如果作为我们俩 恋爱歌单里面的第一首歌 我会选它 OK